網上娛樂新意識 焦點盡在FreeTV 在浩瀚的宇宙裡有無數的寵物 無數的寵物裡都隱藏著無限的小宇宙 到底他們有多厲害呢? 那你就要留意我們這個節目 寵物小宇宙 喂Oscar 你不要告訴我你在這裡踩板 你看你? 跌更多 又跌了 小心啦 你差點跌到糞便裡 不如讓我介紹高手歌你認識吧 Oh hi yo 我叫Kuda 我踩板在狗仔街都數一數二的 踩板真是很過癮的 爬下爬下就可以去到沒有雷工那麼遠 我最遠可以踩整個足球場 為什麼我會踩得那麼厲害 知道不是阿Ben教我的 果然很厲害 阿Ben 他們學了多久? 他們大約學了三個月 三個月? 是啊 那其實是否每隻狗仔都可以懂踩板 要看一隻狗的資質 那如果一隻資質好的 快的 大約兩三個星期就可以了 如果一隻資質比較沒有那麼好的狗 三至六個月都未定 嘩 那你是不是很用心 對 因為曾經有一隻狗 上了我二十多堂都還未認識 大約三四個星期 那隻狗本身的資質就比較弱 在踩板各方面 其實跟人差不多 對 如果你說一些聰明的狗 例如飼養這些 牠本身是一隻聰明的狗 那牠豈不是很快 一個星期內已經學會了 嘩 菲菲這麼聰明? 那Kudo呢? Kudo學了多久? Kudo大約一個月左右 一個月左右 但是牠的強悍 就可以踩到一個足球場那麼遠 嘩 一次過一個足球場 其實你訓練牠們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方法 會不會放一些野食 或者引誘牠們上去學 通常呢 我教牠們踩板 通常我會用雞肉 不會用狗糧 因為狗糧而言 一咬下去的時候 就會碎 食物就會掉到一塊板 那牠就不集中 如果用雞肉的話 牠可以立即吞下去 那你教牠們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隨時發生? 隨時 有一次就 一個學生大小狗出去 踩滑板 踩一下狗 就沖了樓梯 但是呢 那當然沒事了 但是我們教狗的時候 應該要留意 究竟哪些位可以踩 哪些位不踩 那你踩之前 是要看清楚地勢 例如有樓梯 我們盡可能去避 斜路我們盡可能去避 可以的話 當然是選一些平路 或者球場 那些 各位狗仔朋友 如果要踩板 就記得去平路上踩 還有千萬不要踩出馬路 多好玩都好 顧著條命緊要嘛 孤獨飛飛 喂 你踩板那麼厲害 明年今天 我又跟你決一多一下 知不知道 Oscar Oscar 你想跟你鬥一番的話 恐怕你閉關一年都未夠 何解呢 因為他們還懂很多哲技 蛤 阿Ben 究竟你還訓練了他們什麼 他們啊 訓練了踩筒 刀薯 刀薯 跳Fry圈 還有一個可以跟你比拼一下 就是鼻鼎食物 鼻鼎食物 你要摺 吃回我 吃回我口裡嗎 對 我現在做給你 試試看 好 Cudo Cudo 看看 Stay 踢 嘩 厲害啊 人行不行 其實人行不行 讓我試試一下 我高頭 Oscar 我高頭 Oscar 踢 Oscar 踢 多驚辛苦之下 Oscar終於練成鼻鼎食物了 不過 踩滾筒方面 好像沒什麼天分 唉 Oscar 你不要再作戰自己啦 不如 你也是坐定定 看看Cudo表演好過啦 你們看 我在滾筒上面 真是揮灑自魚 是否很厲害呢 一邊滾 一邊跳 都可以 Oscar 你還是不夠我來的啦 回去再練十年先啦 嘩 好像有東西吃喔 滾筒快點 快點 讓我吃啦 我很餓 滾了這麼久 快點啦 你不讓我吃 為何不讓我吃 哎呀我夾仔軟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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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腳軟了 還要夾死我啦 為了保持我這麼肥的身形 阿Ben就做了一個和我尺寸一樣大的圈給我跳 我真的多肥一點都跳不過的 搞到我想吃多點東西都不行啊 有時候 我都會無方向偶像成龍的 你看看我 島樹沖閒龍的新手 是不是很有潛質做功夫新星呢 不知有沒有人找我可以拍功夫空袋呢 剛才阿Ben還說了一件事啊 我還會打籃球的 你看 我好像遙明一樣 不用眉著籃都可以入瓶了 厲害嗎 哎呀 失敗了 再來個再來個 哎呀 是不是很帥呢 哇 哇 真是莫斯風買去團點Friend啊 我真是禁拜下風了 Gudo我收我為徒可以嗎 其實呢 除了菲菲和Guno之外呢 阿Ben還訓練了很多身懷絕技的小狗 如果大家想看他們大牽身手的話 記得留意我們寵物小宇宙啦 拜拜 拜拜 她已經很想說拜拜了 兄弟 你有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